全球needs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收听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我们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强降雨 来结束了过去超过半世纪以来 台湾面临最大的干旱 很意外吗 其实绿色和平组织在2020年 当时他们的研究报告 全球暖化下 台湾海平面上升 和暴潮冲击分析 这当中就指出说 在2050年台湾遇到的风暴潮来袭的时候 最糟的状况恐怕会有 土地泡水面积相当5000个台北小巨弹 再回溯到已经发生的事实 2016年2017年2019年 都大概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 即将雨炸台 我们有道路遭淹没 甚至我们的国际门面 我们的桃园机场的航下都淹大水 那同时呢 其实我们还经历了气象不断在说的最热的夏天 而这一句话呢 它的另外一个同意词就是 台电不断的在发出了 有可能有跳电限电的风险 而2018年的8月的时候 南台大雨我们都还记得高雄5000坑 中央研究院的刘绍成院士 他其实在数年前就已经公布了 在2005年到2030年之间 台湾的前10%的强降雨可能会倍增 水多烦恼 没水也是 但是呢 这种汗烙并存的现况呢 这样子的现况 其实早就在刘绍成的院士 他的报告预测当中说 这恐怕就是新常态 所以今天的这个会客室里面 我们要来谈一谈台湾的气候风险 和人家都说危机就是转机 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时代 新机会 这个是透过远端录音 线上录音 我马上为大家介绍 现在在线上接受我专访的是 台大风险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梁晓云 周佩玉 哈喽 两位好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晓云 嗨 大家好 我是台大风险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周佩玉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 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在这个中心的主任 周桂田教授的这个带领之下呢 一起完成了一份报告书 叫做台湾气候风险与机会 我看到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当的重要 因为我相信我们在五月的时候 经历了两次的全台湾都 共同在遭遇的这个大停电 那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急降雨炸台 这好像是过去五年的 每个五月底六月初都会碰到的 所以我首先先就这一份厚厚的报告 它其实是有摘要的 我们能不能先邀请小云跟佩玉 我们来盘整一下 就是这一份报告书里面呢 其实大概拉出了三大项目 叫做实体气候风险 经济与转型风险 还有气候变迁衍生系统风险 我们能不能先就这个研究中 所聚焦的问题 还有得出的分类出来的这一个章节 我们先做一个就是问题层面的盘整 好吗 好 没问题 首先呢是这样的 我们这一份报告书呢 是在今年世界地球日 4月22号的时候发表 那这是完全就是基于一个 全球超过120多个国家 已经拟定好境灵排放的 这个麦罗夏因应而生的 那同天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蔡总统在我们的脸书上 有宣布说要 也要往这个方向前进 透过能源转型 进行转型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承诺 这个目标是相对比较可惜的 不过好事是 比如说像新北市 台北市 台中市也已经先抢 先承诺了 但我们呢 主要是希望透过今年 就是同步发布这个报告书的目的 来判点出台湾的实体气候风险 经济转型风险 以及是否可以透过这一波的 转型机会 迈向更永续的未来嘛 对不起 先打断这个 先打断您一下 听众朋友这个净零排碳呢 事实上是联合国邀集 就是各国来共同响应的 那预计目标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 我们各国都要做到 可以让排碳归零 那听众朋友您一定会想哦 这个所谓的排碳大户哦 事实上像目前我国 大概有七八成以上 都是靠这个化石燃料 就是燃煤或者是燃气 那这个要做到2050净零排碳哦 其实对我国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全世界好多国家 我刚刚听到了 有120个国家都已经宣誓说 要2050净零排碳哦 但是当然我国的总统 他们还没有宣誓 可是他有去关怀这个议题 那我们听到了这份报告 它就是在某一种程度 算是一个这个roadbook 算是一个操作手册一样 盘整了台湾的问题 然后来谈到一些建言 还有可行的方向 那么请继续 嗯好 那假如说像我的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会特别去关注到 可能短期内 比较需要留意到的 可能像是极端高温 极端降雨 像这几天 就是一下子是干谈到一个不行 然后就突然急降雨的程度 然后或者是长远来看的话 是不是要特别去留意 比如说气候变迁 或极端天气导致的传染病 空气污染 甚至衍生到社会不平等 甚至是国安危机这样子 嗯哼 那这是比较偏向 实体风险的部分 那在经济风险的部分 我们这边请配预 那在气候风险 对组织的这个影响啊 不是只有发生在实体风险 它也可以影响到 它会可能会受到气候变迁 气候政策啊 新技术的影响 导致风险报酬会有一些改变 那在欧盟在2050年宣示 净零碳排之后 他们有说要透过开征碳关税 来控制进口货品的碳足迹 那他们的碳关税呢 也将在两年之后 也就是2023年上路 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他们的这个碳价的边境调整机制啊 是为了避免因境内 他们排碳管制规范 比他们境外还要严格 导致他们境内的产业生产成本 变得比较高 成本不具优势 然后影响国际的贸易竞争力 或排除产业外移 是排碳管制较宽松 或是甚至没有碳价 碳税国家的可能 这样 那他们会针对这个排碳管制 较宽松的境外产品 在进口时 他们会给予一些 增加他们金钱的负担 就是碳关税 或者是对于排碳管制 较严格的境内产品 在出口的时候 就会给予一些相对优惠的手段 这样 OK 所以听众朋友刚刚这个 佩鱼他是在 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 共同关心碳关税这个议题 因为其实欧盟 他是我们的大概 也是前几名的贸易伙伴 那这个碳关税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的商品产品的 制作足迹不够绿的话 碳排太高的话 那我们其实 虽然在我们这里的生产成本 其实并不高 可是一旦想要进口到欧盟 就是欧洲大陆的 这好几个国家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要被 克相对高的关税 那这样子我们的东西 进去他们那里 还有价格竞争力吗 答案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回头来讲 探价和探税 刚刚那个佩宇所谈到的 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吗 好 那我这边先简单回应一下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这个关于我们 出口产品的问题 像欧盟是台湾的第四大出口国 主要出口产品 包括电子零组件 金属制品 那这两个产业排碳量 占台湾总排碳量的12% 所以说如果 欧盟启动这个探关税的话 会冲击台湾产业的出口竞争力 那台湾的亚洲邻国 包含中国 日本南韩跟新加坡 都已经开始实施 这个排放交易或是探税 那我这边简单先介绍一下 探定价制度 各国他们近期在推动的 这个能源税 它总量管制与交易 这种探定价的政策工具 是为了让 碳排放高的产业 去负担他们 以前不用负担的 这些外部成本 然后反映他们 真实营运的成本 那目前全球 已经有61个国家 或地方政府 已经开始实施 这个探定价的措施 涵盖的碳排量 占全球排碳量的23% 那探定价的这个收入 也可以用在应对家具的 气候变迁问题上 像是热烂和干旱 造成的医疗保健费用 或是洪水和海平面上升 对财产造成的损害 那这个总量管制的 排放交易 它就是简称叫做碳交易 它是借由管控这个 二氧化碳 限制二氧化碳和其他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然后发行数量有限的许可 像是中国他们在2021年 2月就公布他们 中国的碳交易 在今年6月底前 会启动线上交易 然后初步管制 他们国内的 2225个发电业者 共计约40亿吨的碳排量 那目前他们全国的 碳交易注册登基系统 也正在进行开户的手续 那碳税的部分就是 政府直接对 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课税 碳税会对每一种燃料的 二氧化碳含量课税 两者的差别 就是其中一个是对数量课税 另外一种是限制数量 这个碳价是限制数量 碳税是对数量课税 应该说是碳总量管制 与排放交易 等于是它有一个现象的 排放交易系统 那就是政府一开始 会发行数量有限的许可 比如说这家公司可以排放多少 这家公司可以排放多少 对这是探价 我如果 对对对 对 没错 OK 对那听起来就是两种工具 其实在 听众朋友这个 我们所谓的邻国呢 事实上 他跟我们在 面对出口这件事情 我们常常是竞争的对手 所以 他们都已经做了 他们都已经 这个准备要上线了 都已经不只是政策 还在研拟或者工坊角力当中 他们都准备要上线 这个碳价和碳税 这两种工具了 所以请继续 那对 就是所以说 像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 针对这个碳价有一些 实施跟作为 那如果台湾还没有 在相关进程上 还没有开始推进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 我们在 比如说出口产品 要进入到其他国家的话 可能就会有面临 像欧洲的碳关税制度 我们的产品在 其他国家就可能没有 那么具有竞争力 这样 了解这个其实是 经济与转型风险 因为听众朋友 这个部分特别值得留意 是因为 台湾是一个中小型的 经济体 因此外貌 其实是我们 长久以来的命脉 好 请继续 风险 经济与转型风险 我大概就简单 介绍到这边 所以还有气候变迁 衍生的系统风险 这一块 是 就是 假如说 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可能会遇到 比较多的几段高温 或者是几段降雨 然后经济方面的话 是这样子 但大家应该可以 再更 把这两个风险 结合在一起 它是不是已经会 对社会造成 某种程度的冲击 而且这些冲击 并不是说 今天只来了台风 明天只来了降雨 它有可能是同时 COVID-19正在进行 极端降雨的 这些情况 也同时是进行的 就是一个 复合性的灾难 所以当我们社会面对到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如何进行调试 以及整个气候转型 或者是经济转型 到底要 怎样才能达到公正 然后又平等 然后可以让大家 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 进入就是再更干净的 更绿能的未来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报告中 希望就是透过各方面 然后最后综合出来之后 为大家统整出来的 各形式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现象 真的是近一两个月的传真 因为Work from Home的这个现象 然后造成了我们的用电量飙高 所以其实在5月13号 跟5月17号的时候 都全台大停点 那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 连所谓的首善之都 台北市 照理说 它的所谓的公共设施的排水 应该是全台湾 做的数一数二的 但是它的几条交通干道 也都大淹水 这个大家都从高楼 商业高楼上面这样拍了下来 都说我们提前在 华龙洲的预赛预热赛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是 不只是疫情的延烧 我们还碰到 相当棘手的这个议题 而且这个棘手的议题 如果疫情有一天 我们被压制了下来 这个棘手的议题 不论是这个实体的气候风险 经济与转型风险 这个我把它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 或者是这个系统风险 我们可以把它白化一点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 这个汗烙很分明 缺水 然后缺电 可是有一天 又可能会即将雨炸台 然后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最热的夏天 会一直变成 我们新闻报道里面 所听到的 那就会让我们的用电 一直处于非常紧绷的状态 那甚至就是 以前只会在中南部 才出现的灯格热 听众朋友 有可能会不会因为 气候变迁 我们北部的温度 也持续的飙高 之后我们在北部 也遇得到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很困扰的地方 因为北部 它的多雨的情况 事实上是比南部 更盛行的 那这样子 我们其实在面对 就是对抗这个灯格热 北部的民众 要更有 如果等到未来 假设北部 也出现的话 就要更有意识了 那我们在这一份 台湾气候风险 与机会的报告书的 第四章 它有总结 那其中其实是 盘整了问题之后 然后试图提出 一个就是操作守则 来面对这个系统化的风险 以及这个转型 所以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这里面 这个总结里面 所谈到的解方啊 机会啊 商机啊 我这边简单做个回应 就是那风险 通常也会伴随着 机会而来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种种风险之外 转型上 事实上也会为台湾 带来不少的新机会 尤其现在世界各国啊 都如火如荼的朝向 探中和目标前进 像是美国的 拜登的气候政策啊 欧盟的绿色新政等等 台湾这边也应该要 尽速规划长远 且具有野心的目标和政策 才能去迎头赶上全球 朝向低碳经济转型 带来的多重收益 那我这边就简单先介绍一下 台湾能源啊 产业啊 交通三大部门 在向灵转型的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新机会 以能源转型来说啊 像是发展绿色能源 能够降低台湾能源 对外国进口的依存度 削减能源花费啊 减少碳排之外 还有火络周边产业 还有经济成长的好处 就是因为这个再生能源产业 它会涉及材料啊 制造啊 电力等领域的应用 像是我们可以发展 燃料电池除能系统 那会需要发展电池 还有除能系统的原因 是因为再生能源 它具有这个 间接性的特色 因此发展绿能 会需要搭配除能系统 这样多余的电力 储存起来 适当的调度电力 还有调整电网的频率 那比如说像最近很夯的 里安风电啊 陆域发电 他们的风机设备材料的生产啊 也会需要钢铁啊 营造工程 化学材料业 还有ICT产业的投入 去支持这些设备材料的生产 那在太阳能光电的方面 智慧型农业共购的模式啊 也会可以兼顾光电效益 还有农业生产的利润 然后活化这些低生产力 边际农业用地的使用 引导农业朝向高科技 高产值的方向发展 在另外的部分就是产业转型 那全球企业为回应国际气候行动 像是参与RE100 EB100 EP100等要求啊 他们也积极的在他们的 供应链开发和扩展低碳的方案 像是促使企业使用再生能源 提升能源效率的原因 除了因应减碳需求 还有企业社会责任 或是法律规定之外 他们现在也讲说市场力量 也会成为他们想要转向 绿色采购的一大诱因 像是依据那个RE100 那RE100就是企业必须公开承诺 在2020或是到205年间 达成100%全部都是使用绿电 那他们的会有他们有这个调查 就是说有80%的会员表示 再生能源的经济性是他们买绿电的原因 因为RE100的会员企业获益率比他们同业还要更好 这都显示他们积极的使用绿能 反而可以为他们创造竞争有势 那对再生能源业者而言 企业这些购买绿电反而可以确保他们的长期获益 降低他们融资的难度 那近期对台湾减碳影响很大的 就是像苹果对于供应链的要求 苹果他们在2015年就有提到说 供应商捷径能源专案 他们这个专案就是促使他们的供应链的厂商 可以为所有供给苹果产品制成的电力 要100%都是来自这个干净能源 那截至2020年9月台湾的厂商 包括台积电 鸿海 河硕 广达 伟创等 他们也都有参与这个专案 然后苹果也宣示说在2030年将达成 供应链和产品碳中和的目标 那重要的供应大厂像鸿海和我们的 护国神山台积电都也宣示说 在2050年前要达成100%使用再生能源 还有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碳中和的目标 然后因应国际市场的主流趋势 那另外在交通转型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燃油汽机车是空污污的重要贡献源 所以运制的电动化大众运输的载运量提升 都是可以带来减碳还有创造健康效益 那运制电动化除了可以减缓暖化 改善空气品质之外 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成长 增加就业机会 像是现在的电动机车啊 都会像是GoGo 他们就会加入了很多智慧化的功能 那这个智慧化的功能 也会带动半导体晶片需求的成长 为半导体细菌原厂带来很多商机 所以政府如果可以 尽速提出未来转型规划的骑程 传统车厂也会增加他们升级转型的意愿 而且一旦政策明确市场就会稳定成长 举例来说像是挪威跟荷兰就有计划说 他们2050年就要禁售汽柴油的新车 英国也宣布说2030年 他们所有新售的汽柴油车都会实现领牌 对 而且这个听众朋友刚刚我们谈到的是排碳大户 就是能源部门交通部门产业部门 但是事实上这三者之间还彼此息息相关 因为像是产业部门的话 台湾现在智力打造我们成为就是高端制造 比如说ICT产业的这个大国 所以因此这些ICT产业事实上他们是所有的这个用电户里面最大户 那又加上如果像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台积电很积极的在就是全台的南北都扩厂 那其实这个对于用电市的这个他们的用电量会是大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如果交通 如果说我们交通都是尽可能采用就是所谓的电动车的话 那大家想想看会不会每天到了晚上的七点大家都下班回家 然后如果我们都是电动车都那时候停在大楼的地下室一起充电的那一刻 我们会不会全台就跳电了 所以事实上交通的这一种转型的话 如果没有搭配能源足够的能源的增量甚至转型 事实上单单只有就是交通运聚的这一种碳排把它变低 恐怕其实对于能源反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负担 所以因此这个其实是一整套系统化的转型 好请问还有没有什么要为我们补充的 嗯好那我这边补充的是比较新机会的部分 刚相比较是偏向经济层面的 那比如说像我这一层面讨论到比较是社会政策的议题 那我想要举例就是用英国的例子来举例 就是过去他们毕竟是一个高碳排的工业大国 不过现在一段为什么他们可以 包含他们现在因为COP26在年底举办 他们是由他们主办 所以他们也很积极的在向低碳这个转型满进 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政策上 比如说像在很多议题的讨论上 他们都已经将气候政策主流化这件事情 放入到各部门 或者是在政策制定时会特别去留意到 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包含他们在国防预算 或者是一些国安危机上面 都已经很明确的表达说 他们一定会考量气候变迁的因素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光是这样子的静零转型 除了经济上带来好处之外 其实它某方面也是带动整个社会的氛围跟脉络 就是比如说像台湾现阶段可能遇到一些缺点 那大家可能就是疯狂的攻击台电 或者是攻击政府 可是光是这样子是不够的 大家应该是全民要更积极的去参与这个阶段 说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以及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就的 然后让整个社会是有能量一起去参与这场能源转型 或者是整个改变 对 所以他们也制定了非常多的政策 比如说甚至是特别设立一个气候变迁委员会 那这个组织它成立的方式就是集合许多科学家 然后依据科学数据 让各部门或者是议会立委们在咨询时有贫有据 然后根据现在英国或者是当地国的状况 来判断接下来的政策发展目标 所以光是这一块独立的一个智库 带动着整个政策的发展 其实是台湾可以参考的 那虽然说台湾现阶段也有很多的 像经济不同时代负责 环保署甚至低碳板公司的 可是它缺乏了一个政策 然后是否可以在更上位的提出更具体的政策 这都是我们在报告书中希望可以看到 对因为这个 我想英国的转型经验确实是很值得我们留意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相信大家都听过 以往在这个英国的大都会里面的空污非常严重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产煤的大国 所以自然他们的碳的使用量是高的 那他们能够转型成功 某种程度呢 其实除了是这个执政 执政者的这个决心之外呢 也是代表他们的社会沟通 跟所谓的利益团体 这些利害相关人的沟通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我刚刚听到了这一段分享 我就觉得 这一份报告书 台湾气候风险与机会当中 其实有写到英国经验 那这个部分 听众朋友欢迎您 因为这份报告书是在台大风险中心的官网上面 供免费下载 所以欢迎您可以自己去下载了 然后再来浏览这一块 不过我回到 我刚刚所 对不起 我刚刚打断了小云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这一部分还好 好 我回到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排碳的目前三大部门 是能源交通产业 但是陈伟已经为各位解释说 事实上他们是环环相扣 所以其实都离不开能源 要来做结构性的这个转变 所以台湾能源的转变的这个三阶段 包含了自由转核 从油 这个燃煤燃油的燃油这一块 然后转为使用核电 那现阶段 在这个慢慢的转变是从燃煤主导 已经想要尽量来转接为 就是天然气作为一个桥接 作为一个在这个 把煤降下来 然后可是我们绿能可能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那就是把天然气提升上来 所以自由转核 燃煤主导 天然气为桥接 那么如果从永续跟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看的话 看我们这样子的能源转型的这个三个阶段 在报告书里面会对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言呢 先简单的做个回应 就是我们目前的台湾的问题 有可能会关注到台湾的能源风险 安全风险可能很高 那就是因为台湾 他们我们身体上缺乏自然资源 然后能源又大量依赖在进口 所以目前的解放 除了刚刚讲到的三阶段以外 我们可以朝向 大量的发展这个再生能源 提升我们自己的能源 提升我们自己能源资产 然后也会降低我们的安全能源风险 台湾现在 因为像天然气也是要从国外进口 所以如果积极的去发展这个再生能源的话 可以某准程度上提 减少台湾在能源安全方面的风险 那台湾进口的能源依存度 目前是97% 能源自主率相当的低 那所以在国际能源供需失衡 或是原油市场价格波动 或者是可能天然气进口面临到问题的时候 会更容易受到冲击 另外啊能源进口值也占台湾GDP比重相当高 那比如说2019年政府就花了437亿美元 向他国购买能源 那如果提升台湾能源的自给率啊 除了能够让资金注入国内的投资 还能带到周边其他产业的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这边有引用一个 这个报告书有引用一个 Global Energy Institute的研究 这个研究指出 由于再生能源可以增加发电组合的多样性 且地理集中度低 就是再生能源大多是分散型电网 不像是目前台湾的这个集中型电网 那所以能源他也指出说能源安全风险下降的这些国家 普遍都在电力行业中积极部署再生能源技术 那能源安全 目前能源安全高风险的台湾 也更应该积极扩大再生能源 在能源配比中的份额 然后提高我们的能源自给率 同时还可以达到减碳的目标 那回应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英国的部分 因为英国就是有非常多的燃煤资源 那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期 他们都是燃煤大国 英国可以做到在10年之内对燃煤发电的依赖 从发电量的4成减少到0 是相当的厉害 那这其中也有许多我们可以参考 还有借进的地方 像是说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他们政府在1980年代 他们发现采矿已经不具有经济效益的时候 因为与其他国家的相比 譬如哥伦比亚南非啊 英国的煤炭资源其实埋得更深 劳动成本也更高 所以进口比在国内生产还具有经济效益 所以他们当时政府就马上决定说 那我们不要再像其他国家那样补贴煤炭开采产业 因此这个煤炭产业在失去国家的支持 以及在国际竞争力之下 国内煤炭产业啊 然后相关就业人数就迅速下降 工会的力量也因此随之下降 加上政府在两天年之后 更加关注环境保护 还有气候变迁的议题 他们也制定了像是炭底价制度 再生能源义务方案 以及排放效能标准 这些等等的政策都削弱了煤炭产业的能量 那也是政策激励的这些传统产业改变的战略 让政府的资金可以转向再生能源和天然气 然后也不会继续坚持以煤炭为主的商业模式经营 从英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决心 还有相关政策的推进 都是英国可以成功转型的很重要的契机 那当前他们这个燃煤大国英国也都 全力转向推进再生能源 他们带来的力量和新机会是不容小觑的 那如果台湾也可以像他们这样 从政策面开始积极的推动这一系列的制度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很快的达到 再生能源比例提高的这个政策 是各位听众朋友 我今天在线上 我们透过远端的这个线上的访问 我访问到的是台大风险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梁晓云跟周沛瑜 那我们所讨论到的是台大风险中心 所出的一份报告书叫台湾气候风险与机会 那我刚刚听到了这个两个层面 我想要请教 首先一个层面其实是 我觉得英国的例子 很值得我们去参考的 其实是这当中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所谓的红绿在转型的过程中 并不是相冲突的 它们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听众朋友 我的红的意思是劳工阶级 那绿的意思其实是 就是要从过去的这一种 就是核色经济 化石燃料 燃煤燃油为主 然后转变为就是可能更绿更干净的 再生能源的可以来回应 气候变迁的这样子的能源转型 所以我刚刚意识到 因为其实像在台湾的经验里面 常常是红绿之间是冲突的 为什么 因为常常在碰到就是更捷径的 以及更先进的转型的时候 首当其冲的是这些基层的 蓝领的这些工厂的工人 那他们虽然是身体承受了 就是最多健康风险冲击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可是呢 如果说要在转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没有顾到 他们的所谓 顾巴头的事情 就是没有顾到他们的劳权的话 其实某一种程度 也对他们的生存 产生了一个冲击 所以所谓的就是生存权 劳权跟这个健康权 这两个都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很难同时的被维护 所以我觉得英国经验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层面的 这个我想要邀请你们来回应 或者说我们在报告书当中 其实有谈到 然后还有刚刚我也听到了 这个沛于谈到 Global Energy Institute 在2018年所进行的这个能源安全风险 听众朋友 我们台湾是倒数第二名 当然它参加的经济体 并不是全世界 大概只有全世界当中的75个经济体 可是我们的排名是倒数第二 对 所以这个能源安全风险的这些指标 它这一份的这个报告书 它当中的指标有哪些 因为这才好让我们知道 这个名次的意义性 小云或佩宇 好 那我先 首先回应到就是刚刚 主持人小伟帮我们所说到 这其实整个脉络 就是蓝领阶级 或者是他们遇到的冲击 对 那在报告书中 我们就是特别有提到说 我们应该要积极的落实 像欧盟也有提出一个 就是不遗落任何一人的 公正转型策略 那何谓公正转型呢 可以简单的来说 它就是一种社会对话 它是促成工会 雇主以及政府这三方 在对话的过程中 包含有一些经济 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讨论 跟谈判协商 那在这个公正转型的过程中呢 劳工的社会保障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比如说你要如何帮那些 就是原本在合设经济工作的 劳工阶级转型成 可能是制作绿能的 那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像在台湾 从过去的器材 燃油车这一部分 然后到后来的电动车 那你是不是 当然也有 现在已经有一些配套措施 比如说辅助他们职业训练 然后比如说比较会修电动车 或者是在生产的制造上面 也是比较偏电动车方面 这里发展这样子 对所以可以说我们这边 有提出了三个有政策 可以作为参考 首先呢就是在公正转型上面 应该要设计更多的公民沟通对话 然后纳入更多的劳工团体 来建立一个常规性的对话机制 那其次的话我们是希望透过 比如说接下来如果有机会 课定一些探费 或者是其他的税收的部分 可以来透过这一笔基金 有效的提升气候变迁的基金规模 比如说纳入更多的公正转型的用途 然后来确保这些受到 就业冲击的劳工朋友们 可以得到充分的转职训练 对所以光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希望台湾可以再更积极作为 然后并且在这转型过程中 不要忘记每一个人 是是 那刚刚我请教的这个 Global Energy Institute 他们所公布的这个能源安全风险报告书 的这一份 它当中的指标有像是哪几个层面呢 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排名倒数 这其中的意义性 这边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 国际能源安全风险指数这个 Global Energy Institute 他们使用的是一些量化数据啊 历史讯息还有政府的动向 来预测和评估各国的能源安全 那他们也将全球能源消费前75名的国家的 能源安全风险排名从最低的Lowest Risk 到最高的Highest Risk分为四个等级 那能源安全风险指数得分越高 代表风险越大 分数越低代表风险越低 那评判的标准包括全球能源趋势啊 能源进口量 电力组合多样性等等 像是电力组合多样性就包括了 再生能源的占比 那举例来说风险越高的国家 可能就是先天上缺乏自然资源 能源大量依赖进口 当然也包括中边政治地理环境 或者是国家内部政治的安定性 都会有相对的影响 那我这边跟证一下 其实台湾是在75个经济体中排名 倒数第20名这样 对不起听众朋友 倒数第20名了解 然后它是分在第三个等级 就是Highest Risk的 就是接近最高风险的第三个等级这样 听起来也蛮触目惊心的 不过我感觉这一份报告书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听起来 会特别的有Fu啊 有感啊 所以我要来帮大家做这个焦点个案的讨论 同样仍然我们是锁定到 因应气候变迁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打造 我们的能源 这个最根本的这一个 排碳大户 然后并且可以带动其他 像交通部门产业部门的转型的 这个能源 好 513跟517 今年的这两天 那时候我们持 台湾发生了这个大停电 然后分区限电的状况 那其实当时这个经济部次长 他在513大停电的时候 就有谈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是最坏的状况 叠加在一起 那这个最坏的状况 听众朋友其实在管理学里面的概念 最坏的状况他通常非常少的几率会出现 但是这时候就考验 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么少的几率 去投入大笔的成本来转变 可是513大停电的时候 确实好 最坏的状况就是 他次长当时提到了四种状况 都叠加在一起 那当时次长也喊言说 我们可能会应付不来 OK 那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另外一个情境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事 那就是台积电跟护国神山群 这些耗电大户ICT产业 他们是大力的从北到南的正在发展 不断的加码在投资 另外一个层面 其实台商史无前例的大举回流 所以我们的电力的稳定性 我们的稳固性 然后电力的充足性 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呢 可是我们知道电力的这个议题 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一蹴可击的 它需要有中长期的因应的 所以我想要请教两位 我们在台湾气候风险与机会的报告书当中 有没有对于我们的能源转型 以及电力充足性 还有怎么样跟产业配搭 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可能操作守则 如果回应到刚刚我们的跳电的这件事情的话 首先我觉得可以提到一个比较加工事的来讲 就是首先我们今年因为5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要过放红 所以整个住宅用电是整个飙升上去的 然后加上今年呢 5月的时候可以说是气象观测以来 就是平均气温最高温的一年 所以它是不断在创新记录 所以在这麦如小就是整个能源需求量是增加的 光是5月份哦 5天就有5天 已经顺时尖峰负载破例年记录 比如说像在5月28的负载记录 已经达到38.10GW 已经成为是历史新高 这完全是超乎过去台电所预期的规划 而且我们5月还没有进入夏季期间的负载量 对啊 对所以这就很可怕 就是光只是5月这样子高温稍微飙高一点点而已 整个用电已经往上冲了 那呼应到回来我们的台湾自己的这一份报告书研究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台湾过去的极端高温比较多 集中在六七八月吧 那去年大家应该也很有印象 就是台风完全没有来 那几乎三四十天都是维持一个很高温高压的状态 然后每天都像烤番薯那样 可是在未来呢 大家应该要思考的是 未来这样的几率只会更频繁的发生 而且甚至时间延长到五到九月都有可能发生 OK 所以这尖峰附载这件事情几乎也是算是在看天吃饭的 然后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大家特别留意 比如说是在降水量跟再生能源这一部分的关系 像是去年降水量因为不足 所以灌场水利比往年的发电整个骤降了 差不多25.23亿堵电 然后是创2002年记录以来的新地记录 然后像今年一到三月的水利也是比往年 就是下降了整整15%左右 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光是这小小的15% 都可以整个严重的影响整个电力调配的能力了 所以假如说以这件条件事情来看的话 我们不能以单一的缺水 或者是人为操作不当 或者是尖峰附载过高这件事情来追究 它是整个复合性的 所以在调配电力跟能源上面来说的话 真的就是看天之防 不能只靠后天的技术或者是设备来追根究底 然后我们应该要更积极的在减缓气候变迁 或者是调失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上面 对 听众朋友刚刚小云确实谈到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其实在台湾讲直白一点 不是像人家英国政府它已经是 这个议题已经主流化了 这个议题在台湾呢 常常都是冷门话题啦 唯一可能稍微会有一点带到的 就是所谓的核律对决 就是核能跟绿能好像不能共存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在台湾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其实刚刚所谈到的这些 极高温 破表的高温 这个水力不足导致水力发电 这个本来在台湾的发电占比当中很小的很小的 这个才几咪咪而已的 但是少了这个水力发电 就不得了了 所以回来追根究底 其实我们要意识到的是 气候变迁这一件事 已经对家家户户都扣门了 我们就看在五月那时候 在一个星期之内的大停电两次 好 小云请继续 是 所以就回应到 刚刚就是跳电这件事情 不会只是单一的这件事情来冲击到民生 它可能在未来是比如说 像刚所说的富有性风险 当同时发生的时候 台湾的社会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或者是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一系列的事情 对 所以现阶段 为什么我们很积极的在谈能源转型啊 或者是绿电是不是要冲上来 甚至包含三阶这些能源议题 为什么吵得那么热烈 它真的是冲击到整个民生 是民众们都要去共同面对 而不是这次企业的事 这是政府的事 对 我的补充到这 是 有道理 那佩宇有什么要帮我们补充的吗 我这边也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关于两次停电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刚刚小玉说的 我们的短期原因 可能是可以像之前台电讲的 短期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人员舒适 那中期原因可能还包括 我们之前半年前就安排的 五月那么多机组的税修 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调配 那这样的原因我们应该 政府也应该要考量到 气候变迁已经影响到 已经严重的影响了 所以我们在安排时程上面 应该要把气候变迁 纳入政策考量 那长期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刚刚提到的气候变迁 所以气候变迁真的是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去关注 还有注意的重要议题 是 那我最后一题请教 就是说小英政府 它的发电占比 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 可以达到所谓的235 听众朋友 2就是两层的绿能 3就是三层的燃煤 5就是五层的燃气 这个其实是搭配到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台湾能源转型的三阶段 在报告书里面有指出说 天然气作为一个桥接 作为一个中间在转变的时候 我们所采用的一种 相对可能空污会比较小 但是整体而言 是我们台湾过去比较熟悉的 发电操作的模式 不过这个发电占比的期望 其实快到了2025年 那现在已经2021年了 却常常去陷入了一种 就是大家的辩论思辨 因为这里面就是也会担心说 如果说我们的燃气 占到了结构的占比五成 可是因为我们天然气 目前是仰赖进口的 所以如果说一旦台海发现 台海发生了危机的话 那天然气的进口被封锁了 那我们的离岸风电被摧毁了 那可能会不会我们的两成绿能 五成燃气 这个总共占七成的 就成为我们一个 就是敌人都不一定要上岸 就可能可以攻下台湾的一种 我们的弱点 所以我们不进入到细节讨论 我们总的来看 怎么样在这份报告书里面 如何评数2025年的阶段性目标 235这样子的发展的能源占比 我这边简单的先回应一下 就是天然气燃煤这些问题 除了有刚刚提到的排碳量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隔制资产的问题 因为这些燃煤机组燃气机组 他们都会需要相当 就是他们的资产成本很高 那在未来我们转型到绿能的时候 我们这些资产也可能是一个多余的成本 来导致我们转型 也是一个转型的风险 所以说政府如果没有能就转型过程中 涉及的各个面向 做系统性的思考还有治理规划 仅着眼于短期间 具有明显减排效果的措施 像是大量投注资金与燃气相关建设 以取代传统燃煤电厂的话 而忽略能源的效率技术 还有相关层面的治理革新 未来还会付出更大的减碳成本 也有可能面对与低碳基数相辅相成的 社会技术体制转型持质的风险 因此需要思考整体性 整体性思考它的重要性 像是再生能源比起燃煤燃气 可能他们的最重要差别 就是他们是分散式 再生能源比较可以做微电网 做分散式能源 而不像现在的燃煤燃气机组的 他们大多是集中型电厂 然后集中式能源 所以他们的风险 再生能源的风险是相对的较低 那未来台湾可能就是要在 积极的发展绿能 那在发展绿能的同时 当然也要去注意 还有思考说这些整体性的风险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可能夏天有台风 那可能就会影响天然气的进口 那如何将发展绿能 跟这些问题放在一起 偷盘性的思考 是未来政府需要去 把这个放入决策考量的 是 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我这边的话是觉得 佩宇提出来的这点还不错 就是因为绿能在 在发展分散式能源方面的话 是相对的比较有弹性 然后至于现阶段就是 为什么能源转型 我们会觉得那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未来这些 复合性灾难出现的时候 它可能一个地方断电 它就会造成这样子 全台湾是轮流的跳电 或者是必须停电的状态 所以如果未来除了在能源上 可以自己自足的话 某方面也希望就是电力需求 也可以是区域性的自己自足 对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 是是 好我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台大风险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梁晓云周佩宇 接受我们的专访来谈 就是中心所发布的这一本报告书 台湾气候风险与机会 听众朋友这个报告书 在台大风险中心的官网上面 是提供您免费下载的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官网上面来看 非常感谢两位受访 谢谢您 谢谢 气候紧急以及全球暖化的风险已经对家家户户扣门 而它所造成对健康产业生存的冲击 也对全台湾不同临层的所有人都不断的在扣问 因应疫情还有全球暖化 仰赖我们更多的即刻的作为 我是程伟 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由台大风险中心跟NITS Radio 所共同制播 下周我们空中再会了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